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四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那么今天的重要的数据面 大家都看到了 9月份的CPI年化率为3.7% 那么上个月也是3.7% 预测值是3.6% 表明本月的CPI数据没有明显的下降 另外核心CPI年率是4.1% 比预测值跟预测值是一样 比前值还是低了一些 但整体上的通胀情况 没有太大的改善 美国9月CPI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高于预期 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CPI同比增长3.7% 略高于3.6%的市场预期 前值为3.7% 环比增长0.4% 略高于0.3%的市场预期 前值为0.6% 核心CPI同比增长4.1% 与市场预期相同 前值为4.3% 美国9月CPI数据公布后 美元指数由105.66 短线上升至106.11 那么其他的股指 小幅下跌 环比看 住房指数是9月CPI环比增幅的最大贡献象 贡献了五成以上的涨幅 汽油指数的上升也是9月CPI环比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9月主要的能源成分指数涨跌不一 整体能源指数环比上涨1.5% 汽油指数 电力指数 天然气指数 燃油指数环比涨幅分别为2.1% 1.3% 负的1.9% 和8.5% 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 与7月8月表现相同 其中家庭食品指数环比上升0.1% 而家庭以外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4% 家庭食品指数的六个主要杂货食品分项指数中 三个分项环比上涨 肉类 禽类 鱼类 蛋类指数上涨0.5% 其中猪肉指数上涨1.6% 其他家庭食品指数上涨0.3% 乳制品及相关产品指数上升0.1% 骨类和烘焙类食品的指数下降0.4% 是自2021年6月以来首次下降 水果和蔬菜指数非酒精饮料指数均在9月份都没有变化 从同比来看 整体能源指数9月下降了0.5% 其中天然气指数下降19.9% 燃油指数下降5.1% 汽油指数上涨3.0% 电类指数上升2.6% 9月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 其中家庭食品指数上涨2.4% 家庭以外食品指数上涨6.0% 9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环比上升0.3% 增幅于8月持平 其中住房指数环比上涨0.6% 是核心CPI环比上升的最大因素 租金指数环比上涨0.5% 业主等价租金指数环比上涨0.6% 离家住宿指数上涨3.7% 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下降 其他环比增长的指数包括汽车保险 娱乐、个人护理、新车、家居装饰和运营指数 9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同比上升4.1% 住房指数同比增长7.2% 贡献了70%以上的增幅 其他显著同比增长的指数包括 机动车保险同比增长18.9% 娱乐同比增长3.9% 个人护理同比增长6.1% 新车同比增长2.5% 美国核心CPI对美联储的耐心将是一个考验 近期一系列显示通胀持续的信号表明 即使官员们屡次强调保持耐心的重要性 美联储应该还是会保留年内加息一次的可能性 今天的数据刚才公布了 那么这两个CPI 一个是核心CPI 一个是整体的CPI 都高于美联储2%的年通胀目标 那么一个经济学家叫KB表示 通胀数据将使美联储对再次加息持开放态度 不过不可否认市场最终可能会为他们完成 收紧货币的任务 他指的是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飙升 在分析其上涨原因后 一些决策者暗示可能会在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会议上按兵不动 最新CPI报告公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交易员认为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约为55开 周三公布的9月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 同时需要在政策收紧过渡及通胀风险间找到平衡 从CPI通胀这个报告来看 服务业价格呈现加速上涨 这个指标尤其受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关注 原因是其认为这种通胀部分源于劳动力市场的紧俏 根据计算 不包括住房和能源的服务价格 指标是环比上涨0.6% 创8月以来最大升幅 归根结底是服务业 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表示 这是我们让通胀持续回到2%目标前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关 也正好因为它 美联储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紧缩货币政策以确保利率下降 不过美联储官员们对保持耐心的强调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说服大多数人相信有必要再次加息 又一个经济学家D表示 他们非常倾向于谨慎行事 让耐心引导他们的想法 除非有更多数据令美联储感到升息紧迫 我认为第四季度还会上调利率 好 我们其实感受到了通胀的顽固性 一方面 住房等相关的核心的成本同比涨幅较大 还有部分食品 还有燃油 这部分都是影响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单独的一项 那就是服务业的成本 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了 那么不光是服务业的成本 你看其他行业 比如说制造业 汽车 罢工 对吧 那么制造业工业可能成本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货币宽松的一个环境带来的后果 在当前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博弈的一个背景下 美国也要自身承担相当多的通胀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 会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纳指激活 今天多空双方博弈了一天的数据 今天纳指收跌0.42%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根K线 带有一定的下影线 也带有一定的上影线 最终是一根非常中立的一根K线 当然这个是阴线 就是说上面有一截影线 下面有一截影线 中间再来个实体 表明多头对技术位有所尊重 也就是说想要去看一下空头的一个意愿 但是多头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急不可耐 想要去再加仓才会出现下影线 对吧 为什么市场会这么复杂 其实市场也不是太复杂 就是我们的多头小波段没有被砸破 那么如果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比较简单 那如果去理解各种复杂的基本面 那就比较难了 总体来说 应该是资金 还是相对集中在科技类的股票上 对吧 好 另外一些技术面的位置 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弹 所以也助力了近期的市场的一个小反弹 那么后续会怎么样呢 我们说空头想要强劲的回归 它的阴线必须得实体大一些 必须得强势一些 不能出现这种影线 下影线 特别是下影线 你看之前这些空头 下影线都很小 或几乎没有 对吧 这才是空头强势的表现 而如果当天出现较多的下影线 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一根强势的阴线 来进一步确认空头的力度了 也就是说 今天空头力度不够强 它更像是上涨小波段的一个回撤 对吧 所以我们的第一假设 仍旧是看多 有时候万一后续地缘冲突变大 资本都怕这怕那怎么办呢 今天不没怕呢 看到没 所以市场 如果 就是说市场的各种因素 你不能只考虑一种 那么最终的结果 就是用K线来表示出来的 那么今天资本没有怕 那么什么时候怕 得有持续的强劲的大音线出现才行 那么今天既不强劲 当然更谈不上持续 因为持续只好需要两根 强劲的音线往下砸 对吧 今天不算吧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持有这个头顺 有一部分基本面 这个交易者觉得 哎呀太复杂了 感觉还是要看空啊 所以这个市场呢 总是有两股力量啊 好 我们看一下传统股 今天传统股呢 也是大幅的下落啊 那么这个在这根横线这个位置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啊 他要在这里要给出一些回撤啊 我们说突破回落再止低啊 才去做下一轮会比较好 那么他呢 比较容易走无需震荡行情啊 所以不要去做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今天的表现 今天小盘股跌得可猛了 可见啊 这个高利率的时代哈 或者说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啊 对于中小对于偏小型啊 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啊 因为对他来说 他的资本成本会提升啊 另外呢 这个首先是他的资本成本 另外呢中小企业可能 呃 他的人力成本也也会比较明显的提升啊 所以反正资本就没有选这个啊 那么他呢 目前在这阵 那由于今天的阴线过于的强势 大家一定要提防他跌破这个支撑区的可能性 那么基本面的相信的那些交易者 他们一定会认为 当前这种复杂的环境啊 这种图最容易走空头来啊 所以呢啊 你看 对吧 大阴线啊 当然呢 我们右侧交易者呢 是不在乎他大还是小的 等待右侧直接架构啊 才能再去做多 那么这三个股指的预期都不是完全一样啊 所以呢 导致我们整体标普啊 也是啊 非常的复杂 那么从技术面上来说呢 标普呢 又占到了这个支撑区的上方啊 那么这样的话 接下来看 如果能够止跌的话啊 也应该继续做一个反弹多头 对吧 哎 所以啊 如果接下来再回撤一下呢 那就不能跌破这个低点啊 我们把这个支撑区 干脆就放在这个低点这儿 好 不能再强劲跌回来啊 一旦强劲跌回来 那美股就 说明啊 大部分图都崩了啊 只有少数科技股在涨啊 你看科技股现在还在反弹 所以多头力度还是相当的强劲的 那我们看一下反指的表现 SQQ呢 今天的K线也是一个啊 就跟纳指正好相反嘛 但由于它处在这波下跌小波段的左侧 因此呢 这个图的多头呢 应该等待右侧点位再去做 目前呢 我们应该假设它是下跌的反弹 应该继续跌 对吧 好 和我们的纳指正好相反 啊 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元的表现啊 今天美元是大幅的拉涨了起来啊 表明市场呢 对于下方的支撑区啊 比较认可啊 这个基础位置 对 我们说在105到109之间 这个区间呢 有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 美元啊 波动的一个区间啊 啊 那么美元我 我建于整个外在环境啊 这个综合思考呢 美元既不能过于升值 也不能过于贬值 它只能在几块钱之间啊 波动啊 直到它 直到啊 新的世界格局 或者秩序啊 产生 或者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要么呢 反正啊 这个东西 也也是啊 大家博弈的一个焦点啊 就说这个东西啊 这个美元啊 到底怎么弄啊 一方面涉及到美国 自己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 其他国家的利益啊 所以啊 再加息的话 这美元确实挺强势啊 但都去了 但美元都回了到美国了 那其他国家没美元了 那岂不就是正好去美元化了吗 所以啊 这也是一个美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凡事呢 至少是一把双刃剑啊 我们来看一下十年期美债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今天也是大幅的上涨啊 那么对于国债的一个美元和美债其实类似哈 为啥 为啥 美元都没了 美债还存在吗 美美债是存在的 但美元在其他国家没有了 那那你美债怎么支撑呢 所以啊 这个是个问题 所以美这个收益率在提升啊 那么美债在贬值啊 那么今天的阳线也是够过强势啊 所以我们的多头大趋势还没有终极啊 我指的是收益率的趋势 而美债正在走大雄势啊 之前这个债啊债券这个投资老王啊 债券之王啊 说啊要强劲的继续做空美债 你看那收益率就继续涨啊 他老早喊的啊 所以他肯定赚一大波了 嗯 好 这是美债和美债收益率的情况 啊 那么整体来看还是我们的只有科技股目前还存活着啊 那么其他的图整体来说都不是特别理想 好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感受一下 嗯 呃 那么对于半导体行业整体来说 SOXL 我们说啊 多头呢 只能少量市场 那么后续的还要看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 是吧 突破回落止跌 因为我们的纳指啊 刚才我们看到纳指期货 实际上他也有小型回撤的一个需求啊 或者说如果后续走多头的话 至少要在这里再博弈一下 那么这个样的一个回撤呢 正好对应着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回撤啊 看这回撤能不能给出 那如果仅仅是一个小回撤 同时啊 给出一个强劲的止跌 那我们的科技股呢 将继续走多头的波段 那如果是大型的崩盘 那就麻烦了啊 所以接下来能否止跌非常的关键 不过目前看起来啊 空头似乎也没有强劲的进入到科技股里 我们感受一下苹果 啊 你看今天苹果也是测试到这根下跌区线附近 说为什么出现上影线呢 因为多头是谨慎的 明白了吧 他不愿意一直弄上去 谁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因为在下跌区线的左侧啊 大家预期是先反弹 那么能不能突破 谨慎的资金就不会想呢 突不突破 他会看突破之后 回落止跌踩踩踩踩夹仓是吧 所以这这点多头资金啊 不够强势啊 所以出现上影线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崩盘的情况 概率上也是要考虑到啊 但看这个陡峭程度 不知道啊 不敢乱输啊 反正啊 接下来一两根黑线非常的关键啊 身体也没事啊 我们之前说啊 这第四浪呢 只能做一个反弹浪啊 你可以画一个多头小趋势线啊 也就是说试仓 那么后期加仓的点位 要不在这 要不在下边 是吧 都经得住就可以了 经得住回撤就可以了 好 这是苹果 那么对于台积键来说 今天也是一根停顿K键 和我们的半导地领域类似 看接下来 能不能给出一个小横盘 或者小回撤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啊 延续了多头的走势 虽然上涨的力度啊 比较小 但是终究还是收了一根小阳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移动止损能 基本上还是维持450 440这样啊 就可以了 继续看涨 他只要不出现强势的大阴线 不打破这根长长的趋势线 我们啊就说空头还没有强势的入场 是吧 没有强势入场 那不就是做多的意思吗 嗯 那么其他图看着都不是太妙啊 我们感受一下谷歌啊 谷歌啊 今天的k线呢 是尝试创了此轮波段的一个新的高点 但全天呢 收出了一根中等强度的阴线 下跌1% 按照我们的理论呢 它还处在上涨趋势线范围内啊 因此呢 先假设它是一个上涨的停顿 或者叫上涨中继啊 或者是上行的一个回撤 直到它用持续的大阴线 砸破这些趋势线 反弹测试 再砸下来 再涉及立场 现在呢 都当做上行过程中的停顿 因为马上就要到152这一带的阻力区了啊 所以啊 空头啊 这个多头越来越谨慎啊 我们看见Meta Meta今天也创了一个波段的新的高点啊 但是啊 有了回路啊 所以多头们也要注意了啊 把趋势线啊 稍微给一些空间啊 继续看 看下来能不能再去创更高的高点啊 它也跟这个刚才的谷歌类似啊 到了前期历史高点附近 有人怕这个到前期历史高点附近 后边再给一个大型的C浪大腿啊 AB大C是吧 那这种概率有 但是会不会给呢 就美股整体会不会给呢 还真不知道啊 后续啊 需要事件来驱动一下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大家自己去脑补啊 当前的外在的政治经济 军事啊 事件啊 得足够大才能啊 那事太小不行 所以呢 我们啊 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些动态啊 这个我无法预测到 因为我不掌握那些信息啊 他们的决策信息是掌握不到 而且无法预知那些事件的走势 但是这事必须得足够大啊 才能把美股带崩啊 那这样的话 美股崩 美债崩 美元也都回流到美国自己来 那 那美国就崩啊 这就是 这个三崩之后啊 最后一个崩 是吧 好 开玩笑哈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但是目前我们不用担心啊 因为现在多头还在哈 我觉得哈 我个人的理解呢 啊 不会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是个人的观点啊 就是说呢 大家适当的这个分配权利啊 分配利益 重新分配利益啊 就会啊 达到一种新的均衡 这样的话 美股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呢 也还能维持啊 也能发展的 要向新的阶段发展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是小阴线啊 大家要注意哈 那么他当前遇到的阻力 应该是这两根线 遇到的啊 这个收敛的三角形吧 我们说接下来是向下呢 还是向上呢 那 那想跌下来就跌呗 跌完了 咱们定好一个移动止损 作为减仓位就可以了啊 那么今天的阴线并不是很强势 所以多头可以再观察一到两天 对吧 嗯 呃 其他的图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这个图 哎呀 木头姐这图没有上去吧 我们说呢 这第四浪非常复杂 有时候第四五浪非常磨叽 万一给你个下跌高潮 你就受不了哈 所以一定要 我们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 对于非龙头骨 一定要注意右侧点位 才是相对安全一点的点位啊 不要急啊 不要太过着急 你看今天木头姐这个图就是强劲的阴线啊 那么右侧点位没给出 我们同时呢 还要提防他进一步回落到更低的位置啊 所以说这些平缓的趋势线往往效果不好 在熊市中趋势线效果不好啊 就是说对于一些小盘股 或者说啊 非龙头骨 效果就差很多啊 不像那个 NVDA和特斯拉 这些图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漏下去的可能性 它主要还是小盘股为主的 那么其他的图呢 AFM啊 这个今天也是一个回落 我们说突破回踩 要止跌才行 不止跌不能做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啊 欢迎大家啊 成为会员 我们继续关注外在的重要的事件啊 一旦啊 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啊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互相提醒啊 好 再见